我叫王晓英 在美国中学 两年半了 希望通过练拳击 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 能够走出阳山 突破自己的极限 能够走上我人生的巅峰 能够做上我想要的生活 我们梁山的这个技艺特点 和我们的民族特点 所以我们显定了这个 前级这个重经济项目 它非常适应于 我们梁山开展这个运动 所以这小孩来啊 都比一般的身体素质 都要高得多 所以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信念 他的身体的强壮能力 格斗能力 那种战斗能力 特别的强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想过放弃 然后后来念了 就是半年了以后 就没有想过放弃 所以我觉得我喜欢拳击 这个是一个很有竞技的东西 就是互相的竞争 能够提高自我 然后每当做好一个突破性的成绩以后 我会就是很有成就感 对于我们这个农村中学来说呢 应该这一条路呢 我们给他们做了一些规划 我们很多学生吵起了海底大 各种体验 苏丹业校等等这些 都是我们学生能够走出去的 另一条路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运动员 他走上了专业成长的道路